我和我闺蜜,娱乐圈俩胡咔 网友骂我俩总是装傻卖萌 我俩很委屈,如果聪明,我们又怎么会来娱乐圈 公司见我俩干啥啥不行 把我俩打包送进综艺里给流量小花当陪衬 综艺上,小花说她是江城陪家的二小姐 闺蜜震惊,什么,我爹竟然背着我有私生女 小花又说她男朋友是京圈太子爷秦渝 我发呆,啊,原来我男朋友还有另一个女朋友 伤心欲绝的闺蜜找到我,我想离家出走 我忙说,我陪你,正好我也想逃婚 我俩连夜跑了 当晚,江城首富裴燕疯了,我那么大一个妹妹呢 京圈太子爷秦渝也疯了,我那么大一个老婆呢 周一一大早,一条视频上了热搜 京圈太子爷秦渝和当红小花宋严馨 肩并肩地进入了宝格丽酒店 一时间所有狗仔都沸腾了 鉴于秦渝为人低调神秘,联系不上 他们都跑去问宋严馨,宋小姐 请问你和秦渝是否好事将近 视频里,宋严馨甜甜一笑,人生是由每一个瞬间组成的 与其过度思考未来,不如执着于此刻的瞬间是否足够灵魂交融 这番话无疑默认了他和秦渝的关系 当下,CP粉们立刻沸腾了 各种宋严馨和秦渝在拍卖会上,慈善晚宴上同框的照片 在二人的CP超话里大肆传播 照片中,秦渝金贵清冷,英俊夺目 宋严馨巧笑倩夕,美丽大方 粉丝们都磕疯了 欣欣的男朋友居然是秦渝 豪门霸总vs当红女明星,这是什么小说走进现实 京郊的云山别墅里,我抱着手机,有点难过 我难过的点有两个 一个是宋严馨的发言,听上去好有文化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说不出这么有文化的话 另一个是,秦渝是我男朋友 我和秦渝五年前就订婚了 虽然只是商业联姻,但秦渝很负责任 他当着两家人的面,对我说他会一辈子对我好 宠我,爱我,赚的钱都给我花 我生气了,我说我是,世纪独立女性 我不要你养,我要自己赚钱 秦渝顿了顿,说他没有不支持我事业的意思 我说,你光用嘴支持吗 他很上道,当晚就叫秘书给我打了一大笔启动资金 结果过了三年,我干啥赔啥 我很郁闷,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东西 于是在家一边哭,一边暴饮暴食 管家把这件事告诉秦渝 秦渝连夜推掉股东大会,赶过来看我 他看着一边哭,一边狂炫知识年糕火鸡面的我,陷入沉思 不知道为什么,让人在感到心疼的同时,感到很有食欲 秦渝让我继续吃,然后放了个手机在我跟前 赤波被同步到网上 我火了 红丸接着就是黑,很多人骂我 他们说我吃这么多还这么苗条,肯定是假吃 他们不懂 科学研究表明,用脑需要消耗能量 我动一下脑子比别人更费力 所以我需要消耗更多能量 我吃的都被消耗掉了,当然不胖 赤波帮我挣了一些钱后,有星探挖掘了我 邀请我进娱乐圈 我很激动,我听说娱乐圈的大家每天都能赚 哇,这样我很快就能把钱还给秦渝 后来我发现我被骗了,我根本挣不到那么多 星探也发现他被骗了 他觉得我长得好看,演假吃又演得很像 一定会是个好演员 结果我根本不会演戏 在发现我干啥啥不行后 公司决定把我送进一档综艺 给他们正在捧的宋言新当对照组 经纪人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对照组 我忙说,知道的,这个高中生物课讲过 经纪人很沉默 我问他我需要在综艺上做什么 他说,做你自己 此刻我才知道,原来宋言新不光是我要衬托的人 他还是我男朋友的女朋友 手机里,CP粉们正在做各种秦渝和宋言新的二创 有拼图也有绘画 一张张十分般配的照片接连出现在屏幕上 我看着这些图,心里有点难过 但我很快不难过了 我觉得确实有点好刻 图片里的秦渝被画上了小狗耳朵 又可爱又性感 他在我面前都没戴过小狗耳朵 于是我私信画手,大大有圆图吗? 想存 画手把我拉进了CP粉裙 我跟着他们一起磕了起来 秦渝回家的时候 我已经混成他和宋言新CP超话的主持人了 听到他进家门,我赶紧合上手机 他说,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在学习 他盯着我 我硬着头皮说 我真的没有在科你跟宋言新的CP 秦渝脸黑了 他自己走上二楼,把门一关,不理我了 我就知道他不喜欢我 你们看他话都不跟我说几句的 怀揣着一点不被爱的寂寞感 我拎着行李去了综艺现场 在大门口,我听到一个声音叫我 安元 我回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周周 周周是我最好的朋友 放眼整个豪门世家 只有他跟我一样笨 别人都不和我俩玩 我俩就互相玩 越玩越不聪明,恶性循环 此刻,周周拉着我的手 他说,你是来干嘛的? 我说,给宋言新当对照组 你呢? 他很高兴,我也是 我哭了,我又哭了 我拉住周周,说 你看,我就说过 总有一个岗位能让我们两个一起发光发热 周周眼眶也红了 是的,每一个笨蛋都有属于自己的春天 我俩只手相看泪眼了一会儿 周周说,走,去发光发热 我说,走,去为社会做出贡献 我俩手拉着手走进了综艺现场 我和周周都太激动了 以至于宋言新上前跟我们打招呼 我们没看见 弹幕立刻骂我们 我靠,这就开始拉帮结派 搞小团体孤立我们欣欣了 他俩粉丝加一起在城 都没我们欣欣多 怎么敢的 嗨,越是胡咔越抱团呗 惹不起惹不起 我对宋言新说 对不起,我没听到 宋言新柔和地笑了笑 没关系 我知道安远姐对我可能有一点偏见 但我相信这档综艺一定会让我们变成朋友 我有点奇怪 刚进公司的时候 我跟宋言新打招呼 他都当没看见 现在又说要跟我做朋友 弹幕里他的粉丝纷纷夸他 新兴格局真的大 面对自己男朋友的梦女 态度都这么好 啊 这个叫安远的是秦渝的梦女 给楼上科普 这个安远是老私生粉了 啊,好恶心 私生粉也能进娱乐圈了 能不能赶紧滚出去啊 原来是在我上综艺的消息爆出后 宋言新的粉丝去我的微博考古 发现我半年前发过一张照片 天气真好 配图是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和 一棵绿油油的大树 结果被他们发现 这棵树是云山别墅门口的千年古树 众所周知 云山别墅是秦家的私有产业 于是所有人都认为 我是在秦家门口蹲点的私生粉 侵犯秦渝的隐私 不要脸 周周很生气 他给了我一个眼神 意思是要帮我骂回去 他开始组织语言 等周周组组织完语言 综艺已经进行到第三个环节了 周周说 安元根本就不是私生粉 他是 没人听到他的话 因为所有人都发出了一声惊呼 言心的哥哥居然是裴燕 周周人傻了 这个环节是 给最亲近的人打电话 导演组已经提前收集 好了每个嘉宾写下的联系方式 由节目组统一播出 轮到宋言心的时候 他写下的是 哥哥 裴燕 一瞬间 所有人都沸腾了 弹幕疯狂地刷 男朋友是京圈太子爷 哥哥是江城首富 这是什么梦幻人生 欣欣的生活可以让我体验一下吗 一天都行 别说一天了 半个小时都行啊 那边 主持人在旁敲侧机地问宋言心 欣欣有哥哥呀 宋言心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是的呢 主持人又说 之前都没听欣欣提起过哥哥 宋言心正色道 我希望 我是靠实力得到大家的认可 而不是靠别的八卦绯闻 再加上哥哥随爸爸姓 我随妈妈姓 所以外界也一直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他低着头 害羞地补充道 不过哥哥是个媚控 超级宠我的 我有男朋友了他 都会吃醋 弹幕刷屏 哇 请允许我不道德的刻一秒骨刻 那可是裴燕啊 我做梦都不敢梦这么帅的哥哥 周周坐在宋言心的对面 满脸不敢置信地盯着宋言心看 弹幕开始骂周周 你们看这个周周 是什么表情 呵 周表刚刚和安表狼狈为奸 孤立心心 现在害怕了呗 也可能是极度 嗨 谁叫你没投个好胎呢 楼上可别说了 这种霸凌咖 不配投胎给陪少当妹妹哈 弹幕骂周周的时候 宋言心的电话已经拨了出去 60秒了 依然没人接 宋言心失落地低下头 看来哥哥在忙呢 主持人安慰宋言心 没事 再拨一次试试 电话再次拨了出去 这次 电话接通了 男人的声音在万众期待中响起 喂 宋言心立刻娇滴滴地撒娇 哥哥 男生顿了顿 喂你好 我是裴总的助理林柯 有事您可以留言 宋言心短暂地愣了一瞬 随即道 小林 哥哥是在开会吗 林柯说 是的 宋言心说 好的 我也没什么事 就是告诉他 我想他了 电话挂掉了 没听到裴燕本人的声音 大家显然都有点意犹未尽 但弹幕也纷纷表示理解 没办法 裴总日理万机 太忙了 欣欣撒娇好可爱 嘿嘿 裴总等下开完会 知道妹妹在想他 肯定被吊成撬嘴 主持人又跟宋言心聊了好一会儿 目光终于转向下一位嘉宾 也就是周周 周周的电话是打给谁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话音未落 大屏幕上出现了周周的联系人 裴燕 一片安静 随即 弹幕发出爆笑 笑死我了 胡咖想要蹭裴总的热度 没想到身边就坐着裴总的妹妹 打呀 我看你能跟裴总说什么 他肯定是知道裴总在开会 不会接电话 所以响眼一波 嗨 这年头娱乐圈为了红真是什么都做得出 你看他现在脸色难看到几点了 当着人家妹妹的面给哥哥打电话 还说人家哥哥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我天我都替他尴尬 宋言心看向周周 满脸惊讶 原来周周姐也认识裴燕吗 我都不知道呢 周周姐和裴燕是什么关系啊 周周小声说 她是我哥哥 这话一出口 在场的人都笑了 宋言心笑得花枝乱颤 他捂着嘴说 现在的女孩子呀 就是爱随便认哥哥 弹幕上 他的粉丝也跟着嘲讽 看不出啊 这个周周还是个死绿茶 代入一下已经开始生气了 我老公他们公司有个小绿茶也这样 天天给我老公发哥哥长哥哥短 哎呦为恶心死我了 主持人有心要平息这场闹剧 周周也要给裴总打电话 不过既然我们都知道裴总现在在开会 要不就算了吧 弹幕成心要看周周的笑话 全都起哄 打呀 写都写了 为什么不打 蹭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会反噬 现在出丑也得忍着 周周也坚持 我要打 裴燕有两个手机 周周打了另一个号 电话多了很久 没有人接 周周不死心 又打了一个 这次被直接挂断了 弹幕疯狂嘲笑 笑死 直接挂断 裴总根本不理他 连秘书都不肯应付一下他 裴总的秘书也只接待大人物好不好 难道随便哪个 胡卡找上门他都要搭理 宋言心走上前来 柔声安慰周周 周周姐 我知道在娱乐圈很辛苦 但我们还是要坚守自己的本心 凡事应该还是靠作品和演技说话 而不是这样四处攀关系 周周转身就走 弹幕气到了 我靠 欣欣好欣好意 开导他 他还给欣欣甩脸色 真的好烦他 他能不能跟他那个闺蜜一块滚了 真是的 一个蹭培总的热度 一个是秦少的梦女 俩人都逮着我们欣欣一个人耗 在一片骂声中 我对宋言心怒目而逝 你也没演技没作品 还不是在这里屁话连天 真是的 宋言心迄今为止的代表作全是各种综艺 论演技没比我和周周强多少 宋言心的脸上划过一丝韵怒 但他很快大度地笑了笑 安元姐因为秦瑜的事情讨厌我 我能理解 但我还是觉得 女孩子不要把那么多心思放在男人身上 慈敬在这个时代并不可取 事业才是我们人生的主线 弹幕骂我的声音已经密集到看不下去 这个安元嘴真的好脏 感觉比周周还讨厌 呵呵 他日思夜想的秦少居然跟我们欣欣在一起了 他可不得飙脏话 慈敬女就知道极度我们欣欣 等着跟你闺蜜 一起被裴总和秦少收拾吧 我顾不上李弹幕 转头去追周周 弹幕嘲讽 哟 好闺蜜又抱团了 我不管 就抱 我紧跟着周周进了休息室 周周坐下不到三秒 裴燕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周周摁掉不接 裴燕又打来 周周又摁掉 我劝他 你总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周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于是裴燕第三次打来电话时 周周接了 裴燕 喂 周周不说话 裴燕顿了顿 传说中在江城之手遮天杀伐决断的裴总 开始低声下气 生气了 我不是故意不接电话 我当时正在跟美国的分公司沟通业务 沟通完我马上就出来打给你了 周周深吸一口气 裴燕 你是不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瞒着我 对面沉默了 漫长的安静中 我和周周的心一起揪起来 两久 裴燕沉声说 你知道了 周周哆嗦了一下 我也跟着他哆嗦了一下 在此之前 周周一直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 我们万万没想到 他爸爸竟然真的有一个私生女 周周强忍着哭意 故作平静地问 有多少人知道 裴燕不说话 周周问 妈妈知道吗 裴燕低声说 知道 周周笑得悲凉 所以你们全都知道 就瞒着我一个 裴燕说 周周 不是故意瞒着你 是 周周把电话挂了 把裴燕加入黑名单 她哭着说 所有人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我连忙抱住她 我也不知道 她哭着回报我 幸好我还有你 我只有你了 连妈妈都瞒着我 她那么爱爸爸 她竟然也能接受 我俩抱头落泪 裴燕联系不上周周了 转给我发微信 是不是秦渝告诉你的 我心里一凉 颤抖着手指给她发 所以秦渝也知情 裴燕沉默了一会儿 回我 嗯 你别怪她 是我不让她告诉你的 我怕你知道后 会泄露给周周 我勃然大怒 立刻把秦渝也拉黑了 我恨她 她可以欺负我 毕竟我欠她钱 但是不能欺负我闺蜜 把裴燕和秦渝双双拉黑后 我和周周一起难过了一会儿 她说 我想离家出走 我觉得 我可能从来没有 真正地认识过爸妈 还有裴燕 我不想面对他们了 我说 好 我陪你一起 刚好我也想逃婚 秦渝本来下个月 就要跟我举办婚礼了 但显然 她真正爱的人 是宋言心 她对宋言心的私生女身份 一直知情 并且和裴燕狼狈为奸 欺骗我和周周 网上说得对 男人果真没有一个好东西 心思已定 我们开始做逃跑的准备 周周说 既然要走了 我给裴燕录个诀别视频 她拿起手机 开始录制 结果周周还没来得及张嘴 休息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 进来的人是宋言心 这里没有摄影师跟着 宋言心完全变了一副嘴脸 她笑眯眯地看向周周 我就知道 公司安排你们给我当对照组 但你们肯定不会乖乖听话 你也是疯了 居然想出蹭裴燕的热度这么一招 不错 身为一个新人就明白 黑红也是红的道理 看来平时都是装傻 可惜了 蹭热度失败 还闹呈现在这么个全网黑的局面 打脸打得开心吗 周周气得咬牙切齿 又开始组织语言 等她组织出来 黄花菜都凉了 于是我上前一步 护住周周 对宋言心怒目而逝 再怎么样 周周也是裴叔叔和裴阿姨的亲女儿 你现在连个名分都没有 有什么资格嘲讽她 宋言心愣了一下 但几秒钟后 她笑了出来 你想吓唬我也得有个尺度吧 她指着周周 这是陪侍集团大小街 真要有这种背景 能糊成这样 我和周周不约而同沉默了一秒 正常人一般是不能的 但宋言心显然是低估了 我们两个的废物程度 宋言心走上前来 用尖尖的指甲戳戳戳周周 又戳戳我 公司给你们安排的任务是什么 你们就好好完成 别老想那些有的没的 再作妖的话 封杀你们也就是我一句话的事 明白吗 周周脸色铁青地说 宋小姐 这是我的休息室 请你尽快出去 我们两个赶时间逃跑 宋言心笑了笑 哟 让我出去 行啊 她突然往后一跌 摔出了门外 周周姐 安元姐 我真的是想和你们把矛盾都化解开 我收回宋言心 没有演技这句话 此时此刻 她演技好得惊人 一颗眼泪从她的眸中落下 宋言心隐忍着哭腔 就算你们不愿意跟我做朋友 也没必要动手吧 不远处 扛着摄影机补拍花絮的导演组 已经闻风而动 跟了上来 弹幕骂疯了 我的天啊 恶毒姐妹花居然还推欣欣 建议好好查查两个人的背景 读书的时候 绝对是那种 在女厕所搞校园霸凌的小太妹 我们欣欣真的太善良了 本来是有资格霸凌别人的小公主 结果现在反而弄得被别人霸凌 裴总和秦少在哪呀 快来给欣欣撑腰啊 导演也赶来了 他关切地问宋言心 欣欣 你受伤了吗 宋言心捂着自己 划破一点油皮的手臂 柔声道 我没事 不能影响工作 导演 请你不要怪周周姐和安元姐 他们两个只是一时情绪冲动 我相信他们没有恶意 导演看了我和周周一眼 又恨铁不成钢的安抚宋言心 欣欣 你都受伤了 还帮他们说话 这样 你先去医务组处理一下伤口 不然下个环节 你的家人们到了 该多心疼你啊 宋言心点点头 乖巧地跟着工作人员走了 导演冷漠地看了我和周周一眼 我叫你们的经纪人来了 让他好好教教你们 你们再继续录吧 所有人都走了 休息室里 又只剩下我跟周周两个人 我俩回头去看周周的手机 我 都录下来了 周周 嗯 真是傻人有傻福 周周的手机 完整地把宋言心的一整套假摔动作 全录下来了 周周坐到镜头前 他看着手机 说 哥 周周的眼眶红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 我还记得小时候 你因为腿不好 总是被人嘲笑 我怕你孤单 就装成很笨的样子 陪着你一起被嘲笑 周周终于没忍住 哭出了一个鼻涕泡 结果弄假成真 现在你变得很成功 所有人都说你是很厉害的总裁 可我还是个一事无成的笨蛋 是我给你丢人了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个聪明的妹妹 我不怪你 以后就让宋言心给你当妹妹吧 再见 周周录完了 看向我 你也说两句 我愣了 我跟裴燕没什么好说的呀 是让你跟秦渝说 哦 我看着镜头 当想起秦渝就在镜头里看着我的时候 我的眼睛也红了 过去的五年 秦渝真的对我很不错 是我没用 我把他给我的钱都赔掉了 还给他惹了好多麻烦 我也哭出了一个鼻涕泡 秦渝 过去的五年 谢谢你照顾我 我知道 你一直因为我们家的原因 答应娶我 但现在你已经很厉害了 不需要再联姻了 我自愿放弃我们的婚约 以你前未婚妻的身份 祝福你和真爱长长久久 谢谢你给我钱 支持我搞事业 虽然好像我在娱乐圈混得也不好 但以后我会想办法 把钱还给你的 视频录完了 我跟周周抱头痛哭 哭完后 周周把视频用邮件发给了裴燕和秦渝 走吧 他说 综艺片场是封闭录制的 如果我和周周这么跑出去 一定会立刻被经纪人发现 当场抓回来 这难不倒周周 十分钟后 他抱来两套清洁工的衣服 来 换上 我俩穿好套装 戴上浅蓝色的帽子和白色的大口罩 很好 周周和安元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的是两个清洁工阿姨 我俩拿着扫帚做掩护 一边扫一边朝片场的出口挪动 导演组没有发现我们 他们正在那边给宋言新拍摄特别缓解 只听宋言新的声音充满遗憾 我也很想邀请哥哥和男朋友来这档综艺 但是 他们都太忙了 秦渝要出席他们集团在巴黎的新产品发布会 时间上来不及赶回来 哥哥今天也有一天的会议 他跟我说他超级想来的 但是公司里的股东们不同意 话音未落 一个导播突然急急忙忙地跑过来 裴总来节目现场了 全场震惊 我清晰地看到 正在我前方不远处装模作样扫地的周周 也一下子挺直了几倍 导播并没有误报 此时此刻 所有人朝片场的大门口望去 他们都看到了一辆布加迪 Divo停在门口 那是裴燕专属的座驾 此时此刻 一个身影从车上下来 那是一个十分英俊的男人 西装革履 宽肩窄腰 所有人还来不及反应 就看到宋言新像一阵风一样小跑上前 哥哥 他挽住男人的手臂 亲密道 没想到你会为了来我推掉股东大会 那帮老头子不会为难你吧 男人没有看送言新 他的目光在全场扫过 随后准确地定位到我的前方 周周一个机灵 赶紧低着头装做扫地 男人却突然大步上前 拦在了周周面前 他没有说话 二人沉默地对峙 摄影师原本是想拍裴燕 见他突然朝一个清洁工走去 只好也全都跟上 原本 我跟周周这副打扮 在片场的确毫不引人注目 但这并不意味着 在高清镜头的特写下 被认出来 此时此刻 虽然周周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但是弹幕里很快有人认出来 等会儿 这个清洁工好像是刚刚那个叫 周周的女嘉宾吧 他穿这身打扮干什么 哈哈哈哈 他刚刚欺负我们言新 现在裴总就来了 他怕得要死 所以想跑呗 裴总真是明察秋毫 根本没让他跑成 此时 周周所在的地方 已经成了片场的中心 宋言新走过来 拉着男人的袖子晃了晃 哥哥 没关系的 我受伤不严重 你不要为了我生气 宋言新长得很美 他甜甜微笑撒娇的时候 的确大多数男人都会吃这一套 但男人脸上的神情丝毫不动 只是站在周周的面前 挡着他的去路 而周周唯一露在外面的那双眼睛 此刻一会儿看看男人 一会儿看看宋言新 满眼写着震惊两个字 弹幕刷屏 笑死 你们看 周表的眼睛瞪得像同龄一样 要被疯狂打脸了 肯定害怕啊 刚刚还在节目上说 裴燕是自己哥哥 天啊 我要是他我真的当场射死自杀 因为这个男人根本不是裴燕 而是林柯 林柯名为裴燕的助理 实际上是裴燕的心腹 负责多种工作 裴燕从不在公众平台上 留下任何照片 而林柯日常也穿着高定西装 看上去气场十足 因此在各种场合 被误认为裴燕 也并不奇怪 但问题在于 宋言新不是裴叔叔的私生女吗 他总不该也把林柯当成裴燕吧 此刻 面对林柯的威压 周周下意识地想溜 林柯却用自己的身体 轻而易举地挡住了他的去路 抱歉 您现在不能走 弹幕的走向开始变得奇怪 一部分是宋言新的铁粉 正在替宋言新叫嚣 裴总做得好 不能让这个恶毒女就这么逃了 裴总好客气 对欺负自己妹妹的人都还用敬称 裴总快封杀这个 欺负你妹宝的霸凌咖 另一边 则有吃瓜群众回过未来 等等 你们听这个男人的声音 像不像一开始接宋言新电话的那个人 对对对 我也觉得 就是那个裴总的助理 好像叫林柯 宋言新本来没发觉到异常 但当男人开口说话时 他的脸色猛得变得煞白 他也听出来了 这个声音和那个接电话的男人 是同一个 然而弹幕上的脑残粉 就像生怕他们的正主出丑不够多一样 全体在那里跟路人吵架 你们耳朵有问题吧 明显不是一个声音 这个肯定是裴燕 如果不是裴燕 欣欣怎么会叫他哥哥 下一瞬 第二辆车停在了片场的门口 随后出现在众人视野中的 是一辆轮椅 轮椅上的男人被推入片场内 他的面容苍白而又俊美 让人想起欧洲电影中的吸血鬼 林柯快步走到轮椅的旁边 低头道 裴总 这下 全场都安静了 弹幕也安静了 刚刚那些信誓旦旦说 林柯绝对是裴总的人 全都在瞬间哑了火 林柯将轮椅推了进来 宋言新在原地正了正 但他随即走上去 冲裴燕软声道 哥哥 我还以为你来不了 才派小林哥哥来呢 弹幕的粉丝们 集体松了一口气 欣欣有礼貌 所以管裴总的助理 也叫哥哥 这种私人助理 肯定跟了裴总很多年了 欣欣叫一句 哥哥也正常 裴燕看了一眼宋言新 然后从手机里 点开一条视频 比对了一下 他点开的是周周 给他发的诀别视频 在确定了宋言新 就是视频中的人后 裴燕掀了鲜眼皮 示意林柯 看住他 林柯会议 立刻尽忠直守地 守到了宋言新的旁边 眼看着裴燕的轮椅 走向一边 宋言新想跟上去 被林柯一声呵斥 站住 老实点 同样是蓝人 刚刚林柯拦周周 就跟侍卫蓝公主一样 现在他拦宋言新 就好像预警看守犯人 宋言新被林柯的气势吓住了 站在原地 眼泪汪汪地不敢动 裴燕自己推着轮椅 来到周周面前 周周侧过头 不看兔立方裴燕 裴燕顿了顿 他说 是我不好 周周眼睛红了 弹幕的宋言新粉丝 集体生气 裴总 这是欺负你妹妹的人啊 你给他道什么歉 已经有很多路人 明白过来了 粉丝们的脑子 能不能转个弯啊 还觉得你家主子 是裴家大小姐呢 呜呼 刚刚是谁说 现在的女孩子 老爱任哥哥的 好像是宋小姐哦 搞半天 他自己才是爱任哥哥的 宋言新受不了了 他顾不得林柯拦着他 冲裴燕高声道 哥哥 裴燕头都没回 眼神森冷 把嘴壁上 语气完全跟和周周说话 两模两样 就好像温柔林家哥哥 一下子变成了恶鬼 宋言新吓傻了 裴燕不耐烦道 裴老爷子年纪大了 他认你 不代表我认你 明白吗 裴燕兄完宋言新 转头继续跟清洁工装扮的 周周低声下气 我真的没见过他 他是爷爷老战友的孙女 你也明白 爷爷年纪大了 随便哪个孩子嘴甜点 他都认人家当干孙子干孙女 但是 我只有你一个妹妹 周周回过头来 他盯着裴燕 问 那你到底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裴燕低头咳了一声 那什么 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被我不小心打碎了 周周刚刚的委屈已经不见了 化为万丈怒火 什么 裴燕我杀了你 我在后面默默无脸 周周之前也给裴燕送过很多生日礼物 但那都用的是裴燕的钱 去年裴燕生日 周周第一次在网剧里演恶毒女配 赚了片酬 他什么都没给自己买 却给裴燕买了个玉佩当礼物 还被人骗了 本来几千块的玉佩最后花了十万买的 但据说很灵 可以保佑人一辈子平安健康 对于收藏了无数顶级玻璃种翡翠的裴燕来说 那块玉佩的质地 简直可以用上不得台面来形容 但裴燕很骄傲 每天都把玉佩戴在身上 灵科连忙说 碎碎平安 裴总已经托人把玉佩修复好了 他拿出那块玉佩 果然 裴燕让人用金香玉的工艺 把玉佩重新镶嵌了起来 我大概明白这件事 为什么秦瑜也知情了 那个负责镶嵌的老匠人 是秦瑜爸爸的朋友 就住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 我有好几套首饰 都是秦瑜从那里定做的 眼见周周的脸色终于好看了点 裴燕终于开始回头收拾宋言心 宋小姐 我本来冲着你爷爷跟裴老爷子是战友 想要给你一点面子 但是周周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 你不该欺负到他头上 我已经通知了你的所有合作方 今后谁再给你工作机会 谁就是跟裴氏集团为敌 宋言心的手紧紧抓着裙子 他留下一行楚楚可怜的泪 满脸都是不屈不挠 凭什么 就因为周周是你的亲妹妹 你就可以为了他封杀我吗 商界又不是只有裴氏一家 何况这里是北京 不是你们江城 我不信你可以在这里指手遮天 就好像回应宋言心的话一样 下一秒 导播又冲了进来 秦瑜的私人飞机在附近的机场降落了 秦瑜今天确实在巴黎出席发布会 这是公司出了通告的 但是显然 他现在直接赶回来了 宋言心的粉丝们拍手叫好 秦少回来了 呜呜 他肯定是知道欣欣受欺负了 加油啊秦少 身为京圈太子爷 可不能在自己的地盘上输给裴燕 裴燕不过就是个瘸子 根本比不过秦少 在万众期待中 秦瑜的麦巴赫在片场门口停下 秦瑜几乎没等车停稳就冲了下来 他大不留心地走进来 直接一脚踹在裴燕的轮椅上 我甚至怀疑如果不是林柯拦着 他甚至有可能会去踹裴燕的那条好腿 弹幕里宋言心的粉丝 整齐地为秦瑜叫好 秦瑜气急了 裴燕在京圈算老几 他凭什么敢封杀秦少的女朋友 秦少快帮我们欣欣撑腰 不然欣欣都要被这种二代欺负死了 秦瑜盯着裴燕 而一向气场强大的裴燕 心虚地移开了目光 不敢看秦瑜 裴燕果然怕秦瑜了 裴家不过是个商人家族 秦家是有政界背景的 钱也要在全面前低头 宋言心上前来到秦瑜的身后 看上去就好像他在被秦瑜保护一样 宋言心 鱼哥 秦瑜 滚开 宋言心刚刚酝酿好的楚楚可怜表情 就这么僵在了脸上 秦瑜的瞳孔如同冰封 你在宝格丽酒店跟我假装偶遇 然后又安排狗仔偷拍的事 我当然看得出来 之所以没有立刻揭穿你 秦瑜指着裴燕说 全因为这个傻逼跟我说 这种绯闻也许可以让安元吃醋 以后多在乎我一点 被骂傻逼的裴燕面对盛怒的秦瑜 愣是一个字都没敢说 还是林柯在旁边叹气 秦少你也真是的 你一个只谈过一段恋爱的人 居然听裴总这个 根本没谈过恋爱的人的建议 原来菜鸡护拙的人不止我和周周 还有秦瑜和裴燕 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时间 弹幕已经全都傻了 良久 才有人弱弱地问 所以宋言心和秦瑜 到底是不是男女朋友 楼上的脑子转这么慢的吗 话说到这份上了明显不是啊 不可能不是 不是的话怎么会一起进酒店 笑死我了 脑残粉还执迷不悟呢 宝格丽酒店多少个房间啊 他俩是一起进的酒店大门 不是一起进的同个房间 就是的 网友们误会 也是因为宋言心自己上赶着承认好吧 家人们 是我听错了吗 我刚刚好像捕捉到了一个关键词 安元 你没听错 我也听到了 秦瑜说他想让安元吃醋 所以安元不是秦瑜的私生粉 他就是秦瑜女朋友 救命 为什么会有宋言心这种人 他一会儿抢人家哥哥 一会儿抢人家男朋友 那鱼到底是颠成了我看不懂的样子 秦瑜已经顾不上弹幕了 他眼眶通红 整个人摇摇欲坠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秦瑜这么失态 他说 安元走了 我不知道去哪找他 是我没有好好对他 2弹幕的路人们纷纷联系 我的天 感觉秦少要碎了 安元 如果你在看 你能可怜可怜他吗 他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我们帮你骂 只要你回到他身边就行 躲在鸡脚嘎拉里的我陷入沉思 我当然也很感动 但是我实在有点想不出 怎么顶着这套清洁工装扮 却在众目睽睽之下 跟秦瑜世纪大和解 关键时刻 林柯又发话了 他指着穿清洁工服装的周周 委婉地提醒秦瑜 秦少 您看一下我们家大小姐的今日穿搭 或许会对您寻找安小姐提供一点灵感 秦瑜立刻抬起头 他的目光跟红外线一样 在场内勋寻了一圈 几秒后 我被他拎了出来 穿着清洁工服装的我 和穿着清洁工服装的周周 就这样在镜头下团聚了 我俩脚趾抓地 网友们则一头雾水 有没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 他俩在干啥 这是导演组安排的什么彩蛋环节吗 我感觉不是 你看导演现在也满脸写着震惊 秦瑜低头看着我 他说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欺你了 他声音好柔软 让我忍不住抽抽搭搭起来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没有让你感受到我的喜欢 我其实很喜欢你 我只是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秦瑜笑了 眼眶红红的 他揉揉我的头 傻瓜 不是优秀才会被爱的 你知道吗 我每天最放松的时刻 就是开了一天会回来 你蹲在门口的大树那里招呼我 跟我说看 小蚂蚁在搬家 我见过很多光鲜的 优秀的人 我觉得那并不稀缺 真正稀缺的是善良的 温暖的 傻乎乎的 爱着这个世界的人 全场静得落针可闻 有好多人的眼睛 都像兔子一样红红的 秦瑜掏出一颗很大很大的钻戒 安元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带着哭腔说 可我很笨 会给你添很多麻烦 秦瑜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 他说 小乖 我巴不得你给我添一辈子麻烦 很久之后 我跟周周又讨论过 为什么会有宋言心这样的人 连笨成我们两个这样的人 都不会去冒领人家的哥哥和男朋友 周周想了想 可能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笨蛋太多了 他冒领了 我们就相信 所以他才会一直这么做 我恍然大悟 原来还是怪我们 宋言心确实从各种冒领身份中 得到了许多好处 之前大家都以为他背景深厚 所以即便有怨言 也都忍着不敢得罪 但在他彻底倒台后 很多人开始出来指出 他的耍大牌和霸凌 导演在片场说可以假打 结果他临时改成真的闪人耳光 下手那个狠啊 群眼的耳朵差一点点 就被他打聋了一只 他养了超级多的狗仔和营销号 只要有女明星跟他抢角色 他就立刻造人家的黄谣 他还在发布会后台 对新人搞过霸凌 把人家的裙子扔到脏水里面 宋言心黯然退圈 他开始酗酒 喝多了在夜店里喊 说他是内鱼公主 所有得罪了他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被保安扔了出去 再后来我们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秦渝跟我结婚了 他从我的手机里 翻出了各种我科CP实存的图 啊原来小乖喜欢我戴狗耳朵 小乖还喜欢我被绑起来 小乖喜欢手铐吗 我让人去买 秦渝只要有空闲都会陪我 他工作的时间里 我就去找周周 我跟周周一起开了一档慢直播 直播我们的生活 综艺的名字是跟笨蛋一起发现春天 播放量很好 也有收入 我们终于成为了有自己事业的成功女人 网友们总让我们分享友谊故事 我想了想 说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其实周周没那么笨 她是为了跟我做朋友才变笨的 周周其实有变聪明的机会 当初裴燕给她找了八个家教 猛抓她的学习 那一次 周周考了全班第二十名 老师把她的座位调到了中间 最后一排只剩下我了 周周怕我孤单 老师回头找我说话 被老师骂 于是下一次考试 周周考了全班第四十二名 对 第四十三名是我 你们没有猜错 周周又搬回了最后一排 坐回了我旁边 网友们就去找周周求证 安元说 你是为了陪她才考倒数的 是真的吗 周周说 听她胡说八道 是那次考试 真的很难 也许真相已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人爱你 有人懂你 有人怕你孤单 有人愿意 在一个全是刺猬的世界里 只对你露出软乎乎的肚皮 祝愿每一个我们 都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丝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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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木